和合術 一聽就知道 究竟你的家人 為何突然感情變淡了 用什麼方法可以回顧 又或者老公突然不展示自己 是不是被人下了和合呢 我說就沒用,對吧? 什麼迷魂湯,我不懂得說 當然找兩位專家出來說 就是陸淫師傅、女法全師傅 和泰國法科師傅Frankie 我們有請兩位 正正正,歡迎… 好,第一時間先問一下 Frankie,泰國法科的和合 是不是不只是夫妻都來找你們 譬如有些人,我看中了這個 我喜歡,我很想得到他 就會找你們做和合嗎? 不一定是夫妻的 甚至乎有些可能是小三都會… 小三都找… 因為在泰國和合裡面 可能除了感情之外 可能有些牽涉為淡的 我希望這個人喜歡我 會給我一點錢,也會有的 我再問得深入一點 會不會是從事性工作者 男男女女都會從事 都會來拜託你們 我想生意好? 多…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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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想不到,很厲害 好,陸淫方面都有做和合 沒錯 跟泰國有什麼不同? 一般我們針對夫妻關係不好 小朋友 我們幫助他們搞好關係 或者一些生意上的和合 也會有的 是,那小三來找你們呢? 小三我們就會… 中式會保守一點 就會看看情況才會幫他做 那性工作者呢? 一般我們會叫他自己求 我們就不會特別幫他做 有分的嗎? 兩邊都有分的嗎? 是,有點不同文化 有不同文化,好 當然,我想大家最想知道 在和合方面,能不能夠去迷惑到一個人 我想要什麼都有 如果在泰式真的有這個故事 因為他不是很注重心靈的東西 他注重可能是肉體的東西 甚至乎有些就是 我會迷惑到你,簡直是給你錢 或者將… 子女都不要了 也有的,也有的 要不要和人? 我想問,陸淫方面呢? 當然中式也會有 但我們不會建議別人做 你不建議別人做 但對方不知道他來找你做和合 是什麼動機的 那會不會都拿到呢? 我們當然要他自己求神 就是我們就不會背這個鑊 明白,好的 今晚他們帶了很多工具上來 如果你發現你老公有這些工具 你要小心,今晚可以學習… 精彩… 精彩,還要跟嘉練觀眾說一下 稍後可能有些性物 會有一些性器官的圖片、內容 希望小朋友在家長陪同之下才收汗 好,問問泰國那邊 我看你帶了一些性物上來 其中最大的這一件 其實是一個男性的性器官 求什麼呢? 其實不同的師傅也有不同的法門 但這就是一些女士去求… 女人求的? 是,去求發生關係 其實在泰國的洗澡房 就是那些浴室 他們都會擺在這裡擺 因為浴室是色情場所,是嗎? 風月場所 是 那大家明白一點 就是家裡的浴室 我們家裡的浴室 我以為你掛毛巾 是 給我提示 他會寫什麼大浴室 其實是色情場所 色情場所也會拜 而拜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有些要求 要求不是一個上班的女士 拜的時候 要將頭、額頭對著這個頭 其實真的在他們所說 試過有些女士上班的熱麻煩 遲到就織回去 那一晚是整晚補客的 這些就是他們求 希望有人跟他們發生關係 這個叫白勒傑 白勒傑? 白勒傑,泰文白勒傑 是 就是用來專門為女士這樣擺 明白,但這些是公家用的 但不是人人都開這些色情場所 但今天說的是 我發覺男人或女人 很想求得到別人的喜歡 那是否有些私自擺的東西 有些性物科的東西 可能小小的 像圖片,這個叫Yoli Yoli 對 因為飽了的殼 可能就不看得很清楚 我想問一件事,我簡單一點 我真的要觀眾 是否是一個女性的生殖器官 是 他的髮上就像是女性的生殖器官 這些是男生拜的 男生… 男生有很多時候會把他 拜的時候有一個講究 要放在內褲裡 甚至腰以下 當他用這件事的時候 配合一些師傅的經文 首先這些不是一些正法 我們所說的泰國的宿下法門 是 也可以是降頭科法門 就會用這件事 而當這件事產生了威力 產生了效果之後 你就要還給他 還,還的意思是… 譬如他求到了 我又想跟這個女人上床 這個女人上床 他還,是還什麼給他呢 要還一些精液 即是男士主要用精液去養牌 對,如果你說我用了 沒有那個果效就沒事了 但大部分都是一些… 可能是酒吧玩 是… 當晚已經發生了關係 將來就基本上要還給他 即是如果我發現身邊的朋友 有這些都明白他是什麼人 就是周圍結識 有什麼目的 對,有什麼目的 目的都是一個很單一的 對… 也很累 這個男人用,那女人有沒有 女人也有 女人有一種我們叫E-BAR E-BAR 對,其實髮相是一個女孩子 把腳拉大 其實都是放在腰椅下 最好在腰椅下 因為下的髮門 配合一些經文 而且當用這件事的時候 女士有要求 當你放在腰椅下的時候 坐著的時候盡量大腿貼著對方 去唸這些經文,就一定沒有酒雞 那需要有還嗎 這個就沒有還 這個不用還 這個好像比較好,師傅 這個… 我不知道 原來不知道有什麼 不用這麼優惠 對,這個比較值得玩 我想問一件事 剛才也說,不是太正派 有沒有人是夫妻或情侶求和合 如果夫妻情侶求,就正法 正法,對… 一男一女,這個我們叫燕通 或者叫燕窟 這些就正正式式 是一個對一個 可能我們… 因為大家看到了 這個髮器是男女交合狀態 對,就是相親相愛的意思 可能我們要雙方的名字 雙方的名字 出生如日,寫符就捲進去裡面 就收在家裡 或者收在床底,就不再見光了 我想問,通常有什麼人來求這些 是夫妻覺得不和順 老公對自己不好來求 還是老公來求老婆 有一些太太會覺得 先生,很久沒怎樣 甚至大家有爭拗 經常不對口 都會求這件事 就是增進感情 對,增進感情和合 Darren… 對… 暫時不用… 所以不如留在這裡… 保留這件事 剛才剛才是泰國發科 然後錄人方面 都有和合術 沒錯… 但我看到有兩張紙比較特別 寫了男方、女方 是用來做甚麼 一般來說,我們男方、女方 有一方不愛對方 關係不好 我們會寫… 第二就是一樣 剛才,例如黃耀英的太太 投訴說我老公很久沒碰我 沒錯 就由她的太太來求 對 你怎麼知道 當然當然是黃耀英 南方寫黃耀英 樣子也很像我 好的,太太就寫在這邊 對,寫在女方 然後我們有一塊鐵板 我們先將它們夾著 面對面 是否要面對面 肯定要面對面 沒有理由分離 然後我們有兩塊鐵板 寫了和合符 然後將它們夾著 夾著 明白 你先展示給觀眾看 好,夾著了… 然後我們還有紅繩 是 將它們綁住 綁住 綁住一個死結 然後再用彈道作法 希望它們永結童心 譬如真是作法作道 但輪到太太就說不行了 現在我老公要得太多了 很辛苦 我很辛苦 我無法回到東張西望 可以拆開它嗎 一般中式這種黏得這麼緊的和合 如果你拆散它 其中一方或雙方都可能會受傷 即是會有不良的後果 所以是和合之詞 對,和合之詞 但你說不良的後果 好像很嚴重 我們其實在說甚麼 曾經有案例試過 有些法科師傅自己做 做了之後他就受不了 但正如說,他就要拆 一拆的時候 這個師傅一出門就被車撞 是嗎 就變了坐輪椅 明白… 是… 好了,我看到有一個 我平時看電影 電影 林鄭英經常用的 這些稻草人 沒錯 都是用來做和合的 這種通常我們叫稻草人 或者茅草 通常用來做替身 是 這是替身 沒錯,是一個替身 譬如男方要做女方 這個就是女方的替身 一樣,用黃耀英 對,這是她太太 這是她太太 對,黃耀英是來求 身材都差不多 是,一樣 即是跟太太的關係比較好 沒錯 這個是太太 沒錯,她的替身 我們可能會把頭髮指甲 或者用她的衣服 做在這個稻草人上 OK 這個就是她的替身 我想問一件事 這個好像…這個可以解的 是嗎 也是可以解的 這個可以解的 就沒有剛才那個綁得那麼深 沒有那麼嚴重 對,輕微一點 你幫你穿了衣服之後 要做甚麼儀式去生效 我們當然會用符 而且我們還可能會給她太太的符 即是黃耀英突然給她太太吃到符 對 她一定不肯吃 當然 對,對… 我們就燒它為灰 燒了灰,她太太太很聰明 也吃不到 煲湯還沒喝嗎 煲湯豈不是有渣嗎 煲湯… 對,會不會吃到那股味 但我們當然知道很多經驗 很多客人回來的經驗 就是最後茶是看得到的 茶是看得到的 煲湯水也看得到的 對… 最後用甚麼呢 甜品 芝麻糊 真是很難看得出來 真是看不到 看不到 我太太太真的很喜歡吃甜品 是… 其實我想說一件事 如果陌生人也好,甚麼人也好 請你吃甜品 無緣無故給你吃一碗芝麻糊 你先考慮清楚 要小心一點 是嗎 就是容易放到鋼 一刻一刻一刻,又不一結 它有符在裡面,你也不知道 是嗎 好的 各位女士,小心 是… 但我兩位聽過一件事 我有一次去拍攝 他說原來最多人去收床單 就是收一些一樓諷、妓女的床單 又或者是那些時鐘酒店的床單 他們說是高價收的 我想問一下,是否真的 是的 有些師傅需要這件事 但正式的正法是偷 不可以買的 有甚麼特別原因 為甚麼要偷 因為其實這張床單 可以成為一些所心的東西 符布 可以將它整成一些符布 是和俠術來的 是和俠術之一 是 因為你有帶來的 是 這張是那些人做生意 或者是時鐘酒店的床單 是 因為這張床單 有些師傅會覺得 在上面發生了很多… 性關係 是的 如果再印一些符咒 為甚麼要偷 因為是偷那個心 意思是… 因為我們要偷心 所以通常都是偷出來的 買就很少會買 洗乾淨了 知道,那要放在哪裡?師傅 這個要怎麼用 上面寫了甚麼 這些符咒是放在床單上 例如我先生不太聽話 或者不太掛念我 我就會放在床單上 教他放在床單上 他會把耳環弱 一句話 是